新聞一開始來看 好現場賣出家一間200米的油炸工場 14號晚上8點外發生火警 大火一燒 越燒越暗 小鳳對接著報案之後 冠軍告場請求 好家在沒人受傷 整個天晚上 不過這間工場趁出的火車 跟整個好現賣出家接到更加 200米的看油炸工場 17號晚上8點傳出火警 大火一燒 越燒越暗 看起來真怕人 小鳳對接著報案之後 冠軍派出小鳳車20台 一隻救火車 29名小鳳領員15手救 甲區福星有一間這個倉庫 那這間倉庫據了解 是放置這個油漆桶的一個倉庫 那不明原因起火 我們放在現場的時候已經全面燃燒 那我們趕緊護現場救 果是在將近大概50分鐘之後 我們獲得控制 那我們了解是沒有人受困 跟受傷跟受傷的一個情形 那裡面有人嗎 是 那我們據了解裡面是沒有人的狀態 因為它是單純作為倉庫使用 那是一個一樓鐵皮的一個建築 這個倉庫的後半段 由這個火冒出來 那詳細的原因 我們當然還是要由我們火雕人員 來做一個詳細的調查 好加在這棟鐵皮建築 是油漆桶領的村口 沒有人住在這裡 所以沒有做任何項目 上市都會完成 又需要由火雕人員做一個上市調查 多久我先問您貴姻 好欣財紅報道